现在是10月份 这里是Northland Nostris 有点像批发店 但是你买一盆它也批发 说明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里所有的植物都是在一家轮的盆子里生长 然后每一盆不论是什么植物 不论是什么植物 都是699 你看这flower and queens 贴根海苔开花了 天呐 这个品种就叫pink lady 一点都不错 开花是粉色的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 哪些植物让我动心 让我觉得特别划算 因为这个地方离多伦多地区 大概有一小时的车程 你值得跑这么远吗 这个sweet summer 以前我在其他花店见过 长得比较大 比较旺盛 开花也是粉色的 很香 浓香 但有一点点spicy 不是那种特别纯甜的香味 香的 然后漂亮 你看它开花是粉色 它没有叶子化成红色的 秋天叶子就变成黄色 有的品种白花 然后秋天叶子会变成红色 看你的喜好了 它的叶子 这是安生本地的植物 原生植物 摸着叶子也很舒服 够不着 找个近的 找个近的 看旁边 杜鹃花 高山杜鹃 是什么品种呢 它叫fire storm 我先提醒一下 多伦多的朋友们 杜鹃要小心谨慎 不要随便埋 为什么要拦着大家 你看它叶子没有 实际上是晒的 晒的有点厉害 再一个 它这种大叶杜鹃 挺有难度 在多伦多地区 长得有难度 如果你实在喜欢杜鹃的话 就买pjm 那些特别容易的品种 这又是喜有球花 macrofile 这还真不少品种 它这叫double delights 应该是花瓣 是虫瓣的 wedding ground wedding ground 另外一个 它叫鞋子 就是它容易开花 在看它的叶子 秋天叶子也漂亮 而且还带着proven winner的 vbit gd 就是说你在买这个时候 别忘了拿标签回家 你知道它的名字 你才能更好的去做research 查它的生长习性 才能更好的伺候它 不看花 广看叶子 就赏叶子也差不多够了吧 喜欢更红的 这叫什么呀 这么红一片 看着这个更容易红 叫什么名字呢 叫less dance 它也有promo winner的牌子 我的天 这么好的 这good deal啊 这一大片小苗叫做viburnum 它写的fragrant 写的powerhouse fragrance 这就是特别香 但是要提醒一下 这个香味不是纯香 它有点像什么 像紫丁香那样的 有点spicy 但是很好闻 特别是春天开花的时候 特别好闻 你仔细看花苞在此 别看这么点点小 秋天购买的好处就是 可以看着花苞买 春天更好了 可以闻着花香买 看见没有 有人开着拖拉机来购物 远去的背影羡慕吧 来欣赏我们的花 看看 这就是著名的Ruby 也是注册商标的 你看它有牌子 想一下 这个就是699加税 就是8块钱左右 太划算了 这个是cityline Paris cityline hydrangea 这也是一个著名的品种 也是最近几年看到 很流行 这么漂亮的花 再提醒一下 这种macrofella 在多伦多地区复花很难 不确定它能不能复花的时候 要确保它的叶子漂亮 它怎么又回来了 这是当家的不同意 一直来看 你看tiny tough stuff 这个也是最近几年流行的品种 漂亮 花还是要带上老伙伴 我的天哪 只有看到Zinfandel 这是我今年新认识的一个品种 漂亮极了 我在路边看 开的花简直是 但是现在这点点小苗 要开成一个比较像样的shrub 可能要等好几年 四五年 另外一个总结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还是等不及 你就直接买大的 都花点钱 一寸光一寸金 这是钱换不来的 这里还有玉兰花 Saucer Magnolia 它没有品牌名字 这是一个杂交品种 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仔细看 这个没有牌子的说明问题 它种子种出来的 不是嫁接的 种子种的可能要等10年以上才能开花 看这个上的写的Betty 它明明写的它的杂交品种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种 所以这个应该是嫁接来的 或者是它千叉来的 应该相对容易开花 或者提早不用等那么多年 这边是红灿灿的 这个是落叶杜鹃 这是北美通常都是北美原生的品种杂交的 这种落叶杜鹃往往都会有香味 这个它真有名字 Ribbon Candy 这个旁边的是Dwarf Lilac 紫丁香 上次写的Extremely fragrant 另外一个品种的Rebloomer Reblooming Dwarf Lilac 这个杂交X 现在就在开花呀 我的天呐 这么点点小 也就是说它长新枝 就会有机会开花 真好 半天我才从这一道转过去 从这转回来 哎呀 有点疲惫 我喝口水吧 这个花店的话 今天咱们就暂时先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时针加花店 或者时针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个演化原因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